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是造型V的一個造型 那老師以這個造型都會叫它是睫毛式的一個造型 因為它有像睫毛翹翹的一個細根 首先我們先一樣切取基本造型 第一道如果說斜度切到後面不夠斜的話 我們可以先稍微修整一下 我們要的40度先切回來 之後依照這個角度 然後我們再切11片 為了方便你切取的時候 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你切的厚薄度 所以老師通常會建議切一刀之後 你稍微把它往前撥一下 你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下一片的厚薄度 好 3 4 5 6 7 8 9 10 好 第11刀切斷 好 這樣完成基本款 那我們這一個V的造型 跟剛剛基本款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多切一刀而已 那哪一刀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首先這邊是切斷的地方 這邊是不斷的地方 那我們由這裡 所以長度刀子架在一半 然後往前切 稍微把表皮把它片開 好 留差不多底部 差不多留三分之一的長度起來 像這樣 好 那再刀子拿出來 反過來 依剛剛基本造型的 由不斷處這邊 片開表皮 那這裡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剛剛這邊我們已經片開了 所以等一下刀子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稍微往內 好 閃過剛剛第一刀 才不會切斷 好 刀子進來之後 然後用鋸著 好 那一樣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停住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第二個造型 所以它跟第一個造型 是多這一刀而已 多這一刀 片開表皮這一刀 那折法一樣 先第一刀 第一片往左推夾住 好 再往內折 它就會多一根往外翹的 那折起來就會很像睫毛一樣 那折好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再把它 塞緊一點 像這樣 然後再泡水 好 那我們先丟進來泡 讓它吃一下水分 那磐式的部分 我們可以稍微變化一下 那如果說跟第一個做一個 我們拿來做一下對比的話 它起來是 基本款是往內 順序的折過來 那這個睫毛式的是 多一根向外跑的一個造型 好 那我們這樣就可以稍微擺盤 把它架起來 好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造型V的一個盤式 好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造型V的一個盤式 製造型V的一種 今天是一種狀態的 我們可以看到增長V的一個為包